跟脂肪姐姐聊核心技术 我说 掌握了核心技术 西方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脂肪姐姐说对 在我们国家 有两个企业掌握了核心技术 一往无前啊 我问 哪两个企业 脂肪姐姐说 一个是拼多多 掌握了我们爱摊小便宜的核心 一个是茅台酒 掌握了我们爱装逼的核心 我问脂肪姐姐 为什么有些学者 给韭菜科普 民主和公平 就被封了号 脂肪姐姐说 给韭菜科普这些 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盘思洞里聊 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 冰火说 好男人必须向新闻连播 大家经问 为什么 冰火说 每晚准时半小时 还经常延长 而且还要重播一次 我问脂肪姐姐 俄罗斯威胁使用核武器 是讹诈吗 脂肪姐姐说 这可说不准 我问 毛主席不是说 原子弹就是纸老虎吗 脂肪姐姐说 那是说美国人的原子弹 我问 那对俄罗斯人的原子弹 是怎么说的呢 脂肪姐姐说 挖生洞 我问脂肪姐姐 上海以前的精准防控 不是做得很好吗 脂肪姐姐说 现在也做得很好啊 我问 现在哪个区的精准防控 做得最好呢 脂肪姐姐说 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